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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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网马教练把我带倒以后 他进行他的一个在旁边的对我的控制 然后呢 他把他的右手通过我的腋下 然后抓住我的肩膀 控制我这个手的范围 另外呢 他的左手抓住了右手的肘关节推直 然后用他的左脚压在我的这个右手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控制我 现在控制了我两只手 现在我几乎是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从这边 从这个动作以后 他把左手呢 套起来和头连接在一起 这个位置呢 几乎我就控制了我这个左手 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可以跑不跑的迹象 就像是在你在接电话的这个动作一样 我们可以放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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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网马教练帮我控制以后 他可以对我进行击慢打击 不管是在用拳头 还是用走关节 如果他被打击的话 我就会用我这只手来保护我的脸 脸吧 我就会做的主板 就会把脚的肩膀 会捡起它的手 子 然后他需要用四号锁 然后让我的左卫手去触到我的腰的这个位置 然后 我就步 llam部下... 当他碰到我的腰的位置 他就把我左卫手 往上提 这个时候我是非常痛的 我的左的肩部是非常痛的 这个时候我肯定是被抓到了 然后我肯定要投降 现在呢我和罗马教练将示范 如果没有把我的左肩这个位置控制好的话 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 如果没有控制到 我将会把他的身体推上 然后呢把我的身体 从他的腋下逃出 然后去他的背后进行控制和打击 好这个动作再给大家做一次 如果没有控制到 我将打他出 然后控制紧打击 Amya 他将会把他的腋下跌 他的腋下 他将把我们的身体放在他的腋下 用我们的身体 这边 我们的腋下跌在90度上 这应该会禁止他的腋下跌 当把我的右手推下以后 会移动罗马教练的身体 然后把这个膝盖 压过我的手 然后他要保持他的腿 像一个90度一样 这样的话 他的整个身体会离我很近 没有给我空间逃跑 然后把我控制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移动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移动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移动 80%的身体移动 他会确保我逃跑不了很快 他会把你的重心 一定在我的右手的位置 这样的话会死死压在我的右手上 我将会很难逃离 所以很重要 我们的右手 是很重要的 是把对方的身体移动 从这里 它不重要是否是新的 或者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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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把对方的身体移动 只要把对方的身体移动 它对方难以逃跑 然后最重要呢 就是说控制好我的右手 W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oday is the second competition along with ground and found and the maritana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is move is the weight on his arm is in your knee and the underhold 好 今天有几个重点要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做好了我们的旁边的控制 然后呢 做好四号锁 然后另外一个手呢 你一定要使得用身体和你的重心 压在对方的手上 把他两只手撕次控制 控制好 然后才可以进行 攻击一个地面的打击 If there's any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me and then confuse them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去公布着官方 但私信给王马教练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再见 下支课再见